國防部長都說兵凶站圍了 比九六年還要緊張的話 是不是隨時要打仗呢 看起來也不是那麼容易 第一個 中國不會輕易的跟美國 這個挑起這個事端 第二個是中國內部經濟問題 真的是問題很大 中國現在因為通縮的一個問題 所以發生什麼事呢 第一個 商場都沒有人 所以商店一間一間都在倒 那倒之前要幹嘛 要清倉大拍賣 要先把所有的貨通通都搬離開 我的一個視線 所以最近清倉的整個特賣 貼滿了整間店 前中國量販店的一個霸主 叫加勒福 最近在中國雪崩式的一個導電 那這個營收看起來非常的恐怖 為什麼呢 加勒福如果在二十年前 那個說出來 是話句也跟當的 因為那個時候發商在兩岸 其實都做得非常非常好 臺灣的加勒福還在 臺灣的加勒福現在是統一的 那中國現在的營收一口氣 衰退了百分之七十七點四 他們說現在在一年內 倒了一百五十家的一個門市 恐怕會全面退出中國市場 各位也都曉得 所以在看兩岸的過程當中 那個之前為什麼一眼兩董事長 要趕快退回到臺灣來 目前來看 這是一個明確的一個選擇 但現在中國房地產崩盤 已經是勢在必行 發生什麼事呢 原本八十萬人民幣的一個碧桂園的 一個海景房 這個真的還挺美的 為什麼呢 因為第一個四十六坪 據傳是居高往外看 是面面都有海 結果最近的一個房價腰斬 不是整個砍到膝蓋 為什麼砍到膝蓋 他從二十 從整個過去的一個八十萬 一口氣往下降降到二十五萬 那我問各位 八十萬的一半是四十萬 這不是砍到膝蓋了嗎 那這個房子看起來還挺美的 為什麼還挺美的 因為這個房子的後來這個房東 這個屋主受不了了 他說他總共掛了一千五百四十五天 才賣掉 也就是說他這間房子 前前後後賣了四年多 他從八十萬人民幣 一度往下賣 往下賣 一直跌 一直跌 跌到最近是二十五萬 他才賣掉 所以這個是碧桂園的一個海警房 山東的一個威海 山東其實是一個突出的一個半島 其實濱海區那邊天氣還蠻不錯的 所以他們據傳這個威海 出門就看到大海 現在二十坪的海警房 均價也只要十萬的一個人民幣 那可能很多人會說 這到底是真是假 因為就在製作人跟我說之後 我打電話去問我 中國大陸的一個朋友 他說這是真的 我這個中國大陸的一個朋友 最近也在整個廣東的惠州 也買了一間房 你說這麼漂亮的海警房 他 因為他那間樓是四十幾坪 四十幾層樓 他買二十幾層 他說他那間房本來是九十萬 的人民幣 他們說他現在跟他的太太 小孩子住原本的地方 住學區房 他們現在去住這間海警房 他們買三十萬 所以一來一回的話 大概打了三點三折 據傳上個禮拜 北京三家保險公司南下查帳 但是現在問題怎麼解決呢 雙手一攤 現在是不知道的 結果往內一看 這個所謂的抵押品貓膩很多 世界同王這個叫王文銀 王文銀欠了貴陽銀行 總共是十六億 他也都不還 那不還了怎麼辦 當然他也沒錢 他可能有些錢已經轉走了 內容是什麼 我們不知道 但沒有想到抵押品出事了 為什麼呢 貸款的合約當中有貓膩 貴陽那邊是整個很落後的地方 他說他十六棟的一個房廠 總共抵押了十六億的一個人民幣 所有的網友就生氣了 為什麼呢 因為目前在上海最高檔的房地產 相當於我們台灣信義區的那一集的 都不到一億人民幣 那你在這個所謂的貴州貴陽 十六棟貸十六億 這到底是真的還是假的 所以網友就是說 湯城一品都貸不到十六億 這個是真的 先說這個是真的 目前的湯城 目前的湯城一品的話 大概比較高樓層的 還有一億多 低樓層現在大概七八千萬 大概也就有了 而且貸款至少打個七八折 對不對 這個一定要打個七八折 所以這當中一定有很多 那種所謂的人謀不當 一定有貓膩存在 所以我們來看 在二零二二年 總共有一萬零八百位的富豪 他移民了 二三年總共有一萬三千五百位的富豪移民 目前年增是百分之二十五 但重點來了 這些富豪出去之後 新加坡 新加坡快瘋了 日本 日本快瘋了 富豪來了之後 搶名車 搶豪宅 搶保姆 這個我們故事跟各位說過很多次了 原來每個中國的一個富豪 從中國離開的時候 這口袋很深 他們平均帶走了四千五百萬人民幣 我們這樣算下來 他們大概平均每個人帶走台幣 一億八千萬 那帶了一億八千萬就離開了 對不對 所以兩年總共帶了一兆一千五百億的人民幣離開 估計二零二五年還會有七十萬的中國移民 陸陸續續要來整個移居到整個海外去 結果現在大家都在看香港 為什麼 香港現在是很多香港人 本地的人在跑出來 可是中國他有一個新的一個策略 他就說多少人在香港走 我們就補多少的中國人進去 對 他們就這麼做 其實過去不管是在新疆 不管是在所謂的西藏 香港都會做這種事 他們就是用人口來幫你做整個稀釋就對了 好 我們來看 最近香港也開始在出現很多人在買房 為什麼呢 這個走道塞滿了排隊的一個人潮 人多到樓下的出入口全部都塞滿 為什麼呢 因為香港現在祭出了整個房地產 我跟你做一個傻辣的一個所謂的政策 什麼叫傻辣的政策 我們臺灣叫做交易稅 那很多的時候不是房屋有很多旁邊 你貼那個一片一片的嘛 那個就叫印花 現在中國香港他說 三大印花稅 通通都免了 資格也都放寬了 你來買房子過去的你要買多久 你要自備款多久 也都不用了 所以最近他們就說 哇 中國現在很多人去到香港去 香港是香港當地人自己有房子 中國人去到香港 他當然沒有房啊 他說我把整個整個架構往下降 搶不搶 搶啊 你至少有個地方買啊 所以未來四個月呢 他們就估計成交量會增百分之七十 今年過年的時候 很多人利用過年來看了中國 拍了一部連續劇叫做繁花 繁花在臺灣看到很熱 不過臺灣有一部電影 也反攻到中國去了 這是周楚除三害 短短七天在中國 賣了將近有九億的臺 九億的臺幣 他在臺灣大概賣五千萬 他在中國現在才七十六賣九億 後世可為 到底是賣一個社會氛圍 會讓他們覺得看周楚除三害 很爽很痛快 沒錯 因為爽快 剛好這個阮今天所主演的 這個周楚除三害裡面的男主角 我陳桂林 剛好這五千萬的這個臺灣票房 裡面有我跟我太太 我有去看 所以這部電影 事實上他是把我們臺灣的十大槍擊 要玩的故事 稍微把它改編一下 把他柔和在裡面 然後這個陳桂林 本來去殺了以後 誤以為自己得癌症了 所以後來要去 要去這個等於說 自首的過程當中 那麼因為當天自首的人太多 他在諷刺 所以他的等候自首的過程當中 意外發現自己竟然是 十大槍擊要玩裡面的第三名 所以他下定決心 要把第一名跟第二名幹掉 所以所衍生的故事 不過那麼其實他在影射誰呢 他其實是有點在影射竹聯邦的冷面殺手 劉煥榮 但這讓劉煥榮之所以會成為所謂的冷面殺手 是跟台中的大胡幫的老大 廖隆輝被槍殺有關係 當時劉煥榮跟其他人 因為廖隆輝在台中的大胡幫 那時候剛好整個台中剛好穿起來 洪化區剛好穿起來 廖隆輝是一幫的老大 沒人敢動他 結果劉煥榮他們等了半天了以後呢 當天叫小弟在廖隆輝要出來的時候呢 那麼叫小弟騎摩托車 帶著長串鞭炮在附近圓環繞 所有的人是不是都把你的集中力量 都在那個繞鞭炮那個地方 對 他要做什麼 他踢廖隆輝這時候在爆炮對不對 大家都要注意那邊的時候 廖隆輝一路來 他就逼近他開槍跟打死 所以大家嚇了一大跳 是誰打死他的 所以後來大家傳出來一個名字叫劉煥榮 所以大家都罵他 給他名字叫做神經流 你是神經嗎 你敢去動這個廖隆輝啊 就殺老大就對了 對 殺這個大福邦的老大 然後另外幾個老大 後來都成為我們重冠山 非常有名的老大就對了 那緊接而來 後來因為他換帖的一個好朋友啊 在桃園很有名的這個 小孩的游國林 游國林因為嬌小的糾紛 欠人家賭債 結果被大樹林邦 雖然叫大樹林邦 但是是桃園的幫派 結果創下一個紀錄 那麼游國林跟他女朋友阿斯特 坐計程車 結果對方大樹林邦兄弟 老兄弟幾個車追 劉煥榮因為不滿 那麼大樹林邦的老大 楊伯鋒 那麼要追殺他的兄弟 游國林 所以竟然冒上黑道的大不會 在人家的告別式的 除惠宴上面 門口開槍打殺這個 等到楊伯鋒 楊伯鋒被他打中 一槍跑的時候 劉煥榮還把槍指的 向所有在場的黑道大哥說 你們不管你們事 誰來我打死誰 結果他追著楊伯鋒 最後又把跌倒楊伯鋒亂槍打死 所以神經流跟冷面殺手 才這樣子傳出去 但是最後他的這個 小老弟游國林因為出賣他 他照樣在竹聯邦天堂的 這個創堂堂主 那麼狗子的這個咖啡店裡面 一樣把這個好朋友帶到 帶到這個屋來山區 一樣開槍把他給打死 你就知道他的個性 可是這樣的人 從日本被押回來 又判了死刑定業以後 在監獄裡面卻創下捐款最多的紀錄 為什麼呢 因為他真的放下屠刀 立地成活 畫了三十九戶的馬中奎跟關公 義賣捐給這些除濟救援協會 跟相關的衛委員等等 那麼他也是唯一一個 我個人非常贊成執行死刑 但是我唯一一個認為 劉煥榮真的 這個等於說槍殺 劉煥榮這麼多人的這個劉煥榮 他真的放下屠刀 如果當時留他一命 將是我們臺灣改過向善的最好案例 所以他是真正的悔悟了 懺悔了 好 我們再來看一下 這位真的是 剛剛講是最狂的黑道通緝犯 接下來要看來這是最狂的師父 這師父有多狂 不是已經這個得道稱 已經參透人間道理了嗎 居然去澳門賭博欠了兩億的賭債 臺灣真的是一個神奇的地方 臺灣很多宗教的創辦人 我長期在觀察 都比上市上櫃的老闆還更有錢 我們今天談論到的這個李董 就是 李董大學念數學系 出來之後他就發現了 他突然有個感應 所以他就在淡水開了一間非常出名的廟 這間出名的廟 不但可以上大箱 一支箱要一千塊錢 不打緊 他其實還可以放鱗骨塔 後來他就覺得這條線要再放大一點 後來他在臺北市的一個敦化北路 他有一個藝術流通中心 裡面可以賣化妝品 賣精油 賣佛具 也賣藝術品 這個可神 先跟各位說 他最厲害的時候 還去義大利參加過世界藝術大會 那當然怎麼去的 這我們不曉得 但沒有想到這麼厲害的一個 宗教的一個創辦人 這麼厲害的一個師傅 想不到這一波栽在賭博的身上了 他們因為在整個所謂的藝術流通中心 跟直銷中心也賺了不少錢 博會賺 他們生意最好的那天 據傳一天就賣了兩千三百萬 所以這位師傅就帶著整個集團的幹部 跑到澳門去 沒有想到上人這一波 栽在澳門的一個手上了 本來一開始賭 開多少呢 先開一千萬 開不夠 再開五千萬 後面還是不夠 沿路借 借完了之後來一張 簽一張 來一張 簽一張 據傳前前後後輸了兩億 所以師傅也有殺紅眼的時候 師傅已經完全善失理智了 已經完全善失理智了 那先跟各位談 千萬不能夠欠賭場錢 賭場那個合約我看過 賭場他會說因為你欠錢 所以我們要給你利率是高於市場 標準利率是五倍的 所以那時候他欠兩億對不對 據傳那個利息錢兩三千萬 所以他受不了了 所以最近據說他們要賣掉 他民生東陸的豪宅 還要賣掉淡水的佛飾 這個件事情 目前在臺灣就已經整個引發出來了 但這件事情後來還引申了一個案外案 因為後來這個藝術所謂的流通中心 在臺灣賺大錢對不對 他們說我們要到大陸去開 那個時候臺北縣有個縣議員叫吳善九 他就說我要來查過 所以那時候他也去查股 結果查股完之後 想不到這件事情 後面這個吳善九拿不到錢 他就很生氣 那我剛好跟各位說過 當時還沒有升級 所以還是叫所謂的臺北縣 他就說一定要把這間所謂的寺廟 跟他的林鼓達給拆了 結果想不到這句話說出來之後 得罪人了 過沒有多久之後 這位吳善九 他在整個服務處當中 被人衝進去 近距離槍殺身亡 然後槍殺身亡是有因果對不對 大家往上一抓 原來這後面有一位無姓的一個祖賢 這個無姓的祖賢 後來當然他就跑跑跑跑跑掉了 那跑掉之後跑到中國大陸去 跑到中國大陸去之後 後來在中國大陸也抓到 抓到之後又押回臺灣 押回臺灣後面大家才曉得 原來這位所謂的上人 這位所謂的住持 這位所謂的宗教的一個創辦人 這當中還有這麼多的一個因果存在 所以這當中有過去 土地 生意上面的一個糾紛 這當中還有所謂的寺廟 燒大香 還有直銷 還有藝術流通中心 這麼多這麼多的一個糾紛 但沒有想到這是過去 他最出名的時候是什麼 大家才曉得說 我這個宗教有時候很神奇 他最厲害的兩個大地址 是臺灣最出名科技公司的前財務長 另外一個最出名的一個地址是 外資的投資金銅 這位投資金銅 是我很佩服的 因為他過去的跡銅 因為這是我的前輩嘛 他就曾經說過 他說他一輩子刀裡來活裡去 心中都常常非常的不安 可是只要這位師傅跟他說話 他就覺得心中有滿滿的一個平和 所以他就相信了他 但沒有想到這次這麼平和的一個師傅 居然在賭場殺紅眼的 前前後後輸了兩億的一個台幣 現在不但要賠人家錢 現在包括他的寺廟 包括豪宅 通通都要拍賣